大家好,我们再过来就开始讲Janae Janae,他本身是一般来说 可能是这四个人里面我们最不熟悉的一个人 这不熟悉当然就包括他被遗忘了很久 但是这十多年来开始被恢复,发现 但如果我们看年纪的话 四个人里面其实他是最,他不算最连长 他比那个Floid小三岁 但是他是活最久的,活最多岁 活最晚趋势当时荣格,1961年才趋势 但是Janae本身是活到88岁 比荣格还多两岁 所以事实上我们如果看Janae 其实安德伯格认为说,虽然他比Floid小 但是事实上他开始提出动力精神医学体系 他算是第一个开始企图提出来的 那我们也可以待会看Floid的时候就发觉 因为Floid的前半生花了很多时间在摸索 所以这个部分也就是为什么虽然他比Floid小三岁 但是他先提出这方面的观念 他提出这种动力精神医学也好 或动力心理学的概念 希望期待,取代19世纪我们前第一堂课所讲的这些理论 那或多或少 Janae本身 事实上 如果荣格 阿德勒、Floid 是偏浪漫主义 虽然我们刚刚在讲Floid是理性主义 不是说是阿德勒是理性主义 但是他们还是有那个浪漫主义的色彩 那贾内在这里面 理性主义也好 启蒙主义也好 是最严谨最强烈的 那这个是跟他的整个哲学训练背景有关 贾内本身 事实上他的生平 你看他活那么久 所以是从 他出生的时候 其实事实上是拉破仁三世的前 连圣时期 这个时候有普化战争 普鲁斯跟华国的战争 还有后来还经历了第一次大战 第二次大战 他是一个很难得跨了好几个世代的人 那他的争主乎跟主乎 都是在巴黎经历了相当有名的书店 是一个很有名的书商 以前的书店现在不容易 一本书都是厚厚的 事实上书是很宝贵的 现在书太便宜了 店主是更便宜 那大家随便都可以收集一千册 可是在那时候 几乎人如果要收集到足够的书 那就是事实上 你家里有很多书 都代表你是很有财户的人 所以卖书的就像卖古董一样 那种情况 那其中他爸爸本来是学法律 后来也从事技术商 特别书 法律书籍的编辑 这是他在巴黎很有名的 那他爸爸的兄弟姐妹里面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保罗贾内 保罗贾内当然现在在哲学系已经不是那么受注意了 但是在当年的时候他是法兰西协宴的厌室 所以事实上就像我们现在在华国 如果你听到这个是法兰西协宴的厌室 那要成为法兰西协宴的厌室 大概比大陆的中科院或台湾的中研院的厌室都还难 那更难更严谨 那所以事实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保罗贾内本身是一个 算是在维新论的一个传统 算是在那个伯格森伯格逊的之前的大师 后来伯格逊当然是我们现在是知道 如果对话国这些够了解 伯格逊是一个取代 因为是我们现在谈这方面就是以这为主 那他妈妈本身是史特拉茨宝 妈妈的家族是一个建筑承包商 那贾内的爸爸其实先娶了一个太太 可是很不幸就很年轻就去世了 那他爸爸是很内向的一个人 所以内向害羞 所以这也是可能他选择不当律师 就完成华律协会当面当律师的原因 那他到了史特拉茨宝去找他的弟弟度假 那时候他太太去世了 那结果在家里的时候遇到他弟妹的算是闺蜜 那也就是后来就成为他第二个太太 也就是贾内的一个妈妈 贾内本身事实上是 我们今天讲的这一系列的课讲的这四位 事实上有两个妈妈都是很迷人的 让孩子很迷人 贾内跟弗洛伊德的妈妈都是很敏感很温馨 那反过来爸爸都是跟小孩很遥远 贾内的爸爸不是比较憨厚害羞或怎么样 他可以一整天看贾内小时候在那里玩 那却就都没有去参与 就不跟他互动 那弗洛伊德爸爸是很威权或是很疏远的 这是另外我们会讲 是又不太一样的爸爸的存在 贾内本身出在巴黎 不是台湾的巴黎 很多自我都应该叫对一下 那后来就搬到了郊区 那开始他当时很害羞 那没多久就搬到了圣巴贝学院 圣巴贝学院是出了大概就他们巴黎几百年的学校 除了几百年出了很多不是只有名人 是出了很多伟人的一个学校 那种状况 那普化战争的时候 因为他妈妈是斯特拉茲堡 也是阿尔萨斯那一边的人 所以我们都知道 如果大家记得那时候 华国有个小说家叫都德 都德有一个小说叫最后一堂课 就普化战争华国失败了 那要把阿尔萨斯割让给普鲁士 所以老师就用话文上课的时候说 同学这是我们最后一堂课了 以后我们就再不能用话文教课了 那在我小学的时候 这是收尾我的那时候的国文课本的教材 那后来那堂课 好像那个课文大概就被拿掉了 并没有 但是这个都德这个小说家在当时也是 因为跟贾内他们是同个时代的人 那贾内的爸爸妈妈就是那时候普化战争 他们想说是不是逃到巴黎会比较安全 就没想到巴黎居然被普鲁士军队包围 那后来又想说赶快跑去斯勒拉斯堡 就没想到阿尔萨斯又割让给德国 当然这二次他又再割让回来 这是另外来来去去的故事 那总之他就家族跟着这个创伤 对他的影响到底多少 我们不知道 那15岁的时候他自己有忧郁症 郁郁症 那事实上这个时候也是他的宗教危机 因为在华国长大 大概都几乎像这样的一个比较 家里比较有地位有教养的 几乎都是天主教徒 所以他这样天主教徒的传统 他开始到了青少年阶段 对信仰开始产生怀疑 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 这个宗教危机让他决定说 他要投入哲学的学习 所以他成绩也相当好 他事实上是进入巴黎高等学院 他那期很杰出 那个社会学家土耳干 跟逻辑学家 各部落 事实上都是同一班的 他成绩比土耳干还好 他毕业的时候 那个哲学会考 那一年哲学会考 只通过八个人 他第二名 土耳干是第八名 所以你小时候成绩不好 都会被挖出来 那他的上一任 就是后来就是华国维新派哲学 博克逊 高他一届的学长 那有黑 是那时候华国早期 20年代 30年代 很重要的社会主义运动家 这是可能我们对政治学不了解的话 就比较没有注意 但是很重要的一位 他在大学的时候 事实上遇到一个 那时候华国一个大师就是下考 他在法兰西学院 我刚刚讲 法兰西学院 是等于是等于是华国本身的 算知识的殿堂 知识最高殿堂 就好像 还用我们的中研院如果有容易讲座 就请最近在广义的 不管人文或科学里面最新的发展的一个学者来做公开的演讲 这也就代表着催眠 事实上那时候终于正式的被科学界或知识学界接受 因为他下考除了是他个人地位以外 也代表催眠这个议题 事实上是被普遍接受的 那当然催眠不被普遍接受 也就代表我们那时候的 就那时候的话果 事实上对人的精神状态实在太好奇了 然后透过催眠 催眠是一个手段 是想要了解那种意识之外的世界是怎么一回事 那他就是在这种时代气氛之下长大的 他的训练很典型 那你在最高师范学院毕业 通常你都要到外地先教学 这时候你也开始准备你的博士论文 因为在欧洲那个时代 你博士论文是登记就好 不用上课 因为你博士就是当一个独立的一个学者 你有办法完成你一个独立的研究课题 所以重要是你要拿出一个东西 事实上要证明说 你果真是一个有独立思考 有自己创建的一个学者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的博士学位是同时 一方面你在其他的学院 类似各个城市里面有学院这样的教书 那同时又开始做你的博士 你自己相关的研究 那研究够了 那你也许去登记 然后终于就会考成为博士这样的情况 那修内他先在这两个地方 他先在这两个地方 这两个地方教学 那这九年里面 他的哲学的范围 其实我们就一开始讲了 医学是哲学的一支 然后心理学或精神医学 是里面的医学中的 一直这样的情况 他的观察 他对哲学上的观察 开始对人的心灵世界 或心理世界开始有好奇 所以他开始到 在The Hubhead那个地方 观察切斯底病人 那开始很严谨 因为要知道 他本身的理论基础 他的哲学训练很强 而且他的训练基本上是 维辛康德的 那所以反而对于 对于怎么样 不要太主观的 而是能够客观的 来做研究 是他的哲学思考 是最基础是最强的 所以也因为是这样的 研究方式 他开始26岁的时候 他发表一个 眼距离的暗示催眠 就是说我们今天 就简单讲 我给你催眠的指示 然后今天晚上12点的时候 你会起来 开始去杀你老公 这比方 当然这个 我会讲这个 是因为南西协派 跟巴黎协派 那时候争议 就是说南西协派 相信说给一个暗示 半夜真的可以去杀老公 然后巴黎协派是说不可能 因为正常人不会去做这种事情 那后来研究还是说 一般人在催眠之下 很少做出一个 他的良知 违缓的 太违缓的行为 我们说 我们看催眠示范的时候 会让他脱衣服 干嘛 可是他不会脱光 你说继续催眠 没办法把他脱光衣服 其实他到 觉得不好意思的程度 就他的清醒的时候 会不好意思 会觉得丢脸的那个状态 他就会停止 所以你说 我们看很多催眠的示范 就是让一排人 就一起跳燕舞 可是他跳燕舞 跳到 不会说跳到把裸体 事实上这个都是 也就是现在催眠的结论是这样 但那时候 回过来讲 贾内本身倒不是说 要杀人 只是说他就 不管时间或距离的 眼的暗示 比方说我用电话 来做催眠 可不可行 那他如果可行的话 我们要去证明 他是什么 因为原来那时候的理论 你看从最早 要摸着额头 甚至在他面前 摆一个钟表 那慢慢的 居然可以用语言就可以 这预言可以保持距离了 这距离没有空间的距离 有时间的距离 这是他第一篇的论文 那也是这些的一个研究 包括他是对歇斯底里的患者 研究 所以他在索邦通过了论文 索邦那就是化古巴黎 那时候的最权威的 那他就大概每个都叫索邦 那其实是一个 算是他们国家组织 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是二次大战后 才变成第一大学 第二大学到第十三大学 这种情况 那他同时这时候就出现 写了一本心理自动现象 就把从下考到 他那个时候的研究 总集成 那他采取一个比较 比较科学的整理方式 我刚刚在讲自动现象 就是比方说刚刚讲那油 就上一堂讲的那油猜 他油猜其实是 就算他水冷不是歇斯底里 不是催眠 但是这个状态之下 他会自动去做很多现象 那人比方说他喝醉酒 他也会自动去做很多现象 我们自己半夜 比如说醒过来 昨天居然去晚上睡觉的时候 自己都忘记了 其实可是半夜醒不来 居然去 比方说你居然去把东西 把杯子还到对的位置等等 或者你常常缓过来 你常常日常生活忘记一件事 因为我这东西放哪边 可是当你没有意志没有在进行的时候 你会出现这种自动现象 所以你想不起来你东西丢哪边 那你就去想想看你平常习惯放哪边 这个自动现象会出现 所以通常就在那里可以找到 这是最简单的解释 就是所谓的心理自动现象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意志没有活动的时候 我们的无意志会帮我们活动 那无意志的活动里面是 可能在潜意识或无意志比较浅的地方 是按照我们的习惯来进行 那这张照片是他还在还没拿到博士的时候 还在 的地方的照相 他开始也拿到哲学博士的同时 他因为对这个临床太好奇 他就知道说他必须要有医学训练的背景 所以他果真当哲学老师的同时 哲学教授的同时 又去读一个医学学位 而且他是说下考很器重的 因为他等于说他的整个方法 当他写的论文都是当初是很杰出的 下考是他的考官 那毕业的时候考官 就下考很器重 很不幸是考完这个事 下考没几个礼拜就去世了 所以萨特伊耶那个学派瓦解 那下考这个时候 他在萨特伊耶瓦解 而且下考不在 新的接班人是对贾内是很排斥的 所以这也影响他很可惜 就是说他为什么后来被遗忘 有个原因是在这里 就是他并没有在正统的医学教育体系里面 有一席之位 他靠著作来影响别人 因为如果他可以在萨特伊耶 继续担任教职的话 他就可以在萨特伊耶继续教更多 示范给更多协生看 追随者会会 就像下考那样会有更多人 可是那时候萨特伊耶的院长 新任的院长 某程度上理论取向跟他不同 重点跟他不同 可能也包括竞争 所以就把他踢到一个角落去 那种情况 他开始整理出有关神经症的理论 特别是这本神经症以故着意念 就是他认为我们人的 真的是从下考慢慢在发展 更深入的一个解释 就简单讲 人受到创伤以后 有一些固定的想法会不断出现 如果用现代的想法来说 比方说 比方说我们创伤以后会有散回的现象 就像我们可能 比方说地震 大地震 台湾的921地震 或大陆温川地震 可能有些人是在灾区附近的 可能都忘记那些记忆了 可能哪天稍微摇一下 那些记忆又跑回来 那些画面又回来 就是这种故着现象 就是他认为就是这种故着意念 这些都是跟创伤 然后产生一个故着意念 然后是怎么样一个情形 我这个讲的都很简单 那神经症事实上 他认为是跟这些故着意念 是扮演一个很重要角色的 然后后来他自己成立 因为他下考本来有一个学会 跟他走了以后就散了 那针对这方面心理学的研究并不多 所以他就成立一个国际心理学学会 而且他到92年的时候 他甚至获得法兰西学院的实验心理学教授的职位 所以一方面他在萨特利亚的研究被阻挠 没法像下考那样在那里教学 这么多的影响 但是他的著作几乎都是 在当时都是被换移成德文、华文、俄文 这几个主要的文章 但大部分都被遗忘就是了 但你如果上网还是可以找到英文的译版 1913年有一次在伦敦的国际会议上 这是一个历史的一刻 就是他站出来批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 因为1913年那时候已经是相当的成熟的 精神分析相当成熟了 那年也是荣葛跟弗洛伊德结列的一刻 但那次弗洛伊德没有参加 其实荣葛跟弗洛伊德是11年就开始有点不合了 但是基本上他是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主席 那时候所以荣葛去参加的时候 他是辩护为捍卫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那一方 那基本上他的批评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他是说 至于神经症很多理论 弗洛伊德提出了很多理论 事实上是他在弗洛伊德之前早就提出来的 包括说用鲜血的治疗方式 发泄鲜血的治疗方式 而且他也批评说把梦视作像中的加以解析 认为说神经症都是研制于性的理论 也就是性理论 其实他是很批评的 那当然这跟荣葛跟弗洛伊德也是一样的 之间的冲突是一样的 他认为精神分析师这个体系是太形而上了 也就是说不够科学 你就知道他比弗洛伊德 虽然弗洛伊德强调很渴望他自己也是一个科学体系 但是站在他的贾内的哲学训练里面 他认为还是整个是行而上了这种状态 那当然回过来 虽然那一次他们这样的辩护 但有趣的是事实上荣葛 其实后来说 应该说荣葛还没认识弗洛伊德以前 就读了不少贾内的书 荣葛很多观念 一方面是 就是Bougers里那个院长 尤金布罗的影响 那也就是一方面他自己对 他研究的对象是精神病 而不是神经症 再过来还有贾内的影响 所以事实上 比方说荣葛对利比多的概念 其实就很像贾内的心灵能量 Psychic Energy的概念 这种状况 那事实上他的研究一直都不断 所以一直都有著作 虽然就算他一次大战结束 又慢慢的不受重视 其实他还是不断的有著作 那二次大战的爆发 让他几乎就不再受重视 他就二次大战期间 他是一个老人 虽然是德国占领了巴黎 他住在巴黎 继续这样做他的研究 写他的东西 那种状况 所以他去世的时候 事实上是 化国也是等于二次大战完 很凋零的时候 而且他的学生几乎都散光了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对他的去世并没有太多 世人没有太多的注意 但是我们如果回头看贾内 现在的成就的话 第一个 当然他的成就是在他的哲学方面 对他来说 哲学跟心理学本身是密切相关的 他甚至在年轻还没拿到博士的时候 甚至出版了哲学的教科书 那是他可见他的哲学成就 他的叔叔本身是公认 就化国维新论的一个高峰 在那时候 那伯格森是总级大成 那被归为比较属于道德哲学的 康德传统的道德哲学 这样的一个关联 那这个我比较不了解 那也因为这种哲学训练 所以他很强调一种严谨的科学荒话 所以他认为就是说 用好奇心以独立自主的科学精神为基础 来探讨心理学的现象 而不是说前卫说的就是人云欲云 他怀疑所有的话重新都是用科学在寻找 是不是在临床上真的可以找到那样的现象 那样果真有看到果真病人的症状跟相关的关联 是不是这些理论可以站得住脚 这都是他强调 所以为什么他一直需要跟医院合作 其实也就跟他很重视怎么去看病人有关 这刚好跟下考不太一样 那他第二题对心 他的贡献是在于他对心理自动现象的一个理解 那过去的心灵的探讨 因为大部分的科学家探讨心灵科学家 都是哲学背景出身的 那哲学背景 他哲学家以感官知觉为出发 他基本的严肃element 抱歉这里打错 感官知觉作为出发点 那用想象当中来建构 贾内则希望是一个比较坚实的一种实验心理学 来重新发展 所以他是看人的conduct conduct这个名词 事实上在话文跟英文是不太一样 他有点行为的部分 但是也有包括人的整个生活状态的一个部分 所以事实上他还是回到了一个 人的行动行为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现象学的一个概念吧 而不是纯粹的一个感觉的这种状况 那所以回过来讲 他开始从这个里面来看 就是人的这些症状 本身就是一个 也是一种所谓的症状 也是一个心理的自动现象 症状是重复出现的一个行为 一个状态 或者是他的conduct 活动 重复出现的一个conduct 一个活动 那所以这些固定重复出现的行为 为什么 当然有正常的固定重复出现的行为 但也有不正常的重复行为 那回过来讲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这些不正常的 或有病的固定行为 那对他来说 就认为说是一个心理创伤所造成的 那我还是在强调 那说讲心理创伤就认为 从下考到讲 那里认为心理创伤事实上是会影响 不是只有心理 那心理本身是要有神经基础的 神经生理基础的这样情况 所以这种情形是事实上跟现代 在讲创伤的理论很接近 那心理制动现象是非常复杂 而且它是随着环境可以互动 就像梦游 就是一个例子 我梦游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觉梦游不会踢到椅子 不要不会踢到桌子 其实他就很自然 他说梦游在睡觉 梦睡觉 梦游的时候走路 其实真的就是 该去冰箱打开冰箱拿东西 该吃什么都吃你对的东西 一定不会吃你不爱吃的东西 很多人说 他不管什么原因他梦游 然后就本来结识了 就半夜去吃很多东西 那吃都一定都他爱吃的东西 先吃完这种状况 所以事实上他是可以很复杂的跟环境是做调整互动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而且有一个很很重要的说就是这个心理自动现象可能是整个心理状态的 也可能你的一部分的心理 那这点很一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 弗洛伊德跟他的基本在认识论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对弗洛伊德来说心理本身是一个一体的结构 好 所以是完整的一体 可是亚内事实上是他认为心理是可以分割的 那弗洛伊德来说任何分割都是病态 所谓分割就是像解离次人格的出现 可是贾内认为恐怕每个人都有很多次人格 所以这个也影响荣格的概念 对荣格来说其实他会他在回忆录里面 他说他有第一人格第二人格 他自己有第一人格第二人格 大家不觉得他自己讲的时候他觉得很理所当然 可是可是那个比方说弗洛伊德学派 比方弗洛伊德写他的回忆录的书品 就是说他在同年就潜伏着精神分裂病 就认为会人格会有第一人格第二人格 都是病态这种状态 那所以这就是弗洛伊德学派 或者弗洛伊德本身对人的心智状态 或者是意识状态 或者意识无意识的心灵整体状态 他认为是要整体性的有分割 或者有部分就是病态 可对甲内乃至于后来的荣格 其实这方面他认为这是常态的 人本身就有不同的人格在组合 这个是有意思的 因为这个当然不是他们创造的 这比方说中国人讲三魂七魄 比方说占星术就会讲说 你有各种不同次人格 塔罗牌等等这些 我们要知道占星书跟塔罗牌 在中世纪也被视为科学的一部分 这是题外话 所以这个点其实哲学上是跟很不一样 关于塔罗牌 攻击后面发生了对方 我们再次渐压